11月,感恩的月,到了12月,我们的心充满对耶稣基督诞生的重战跟盼望 实在,在美国这个年底非常美丽,又有感恩节,又有圣诞节 好的,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同心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圣诞的12月 主啊,许多圣诞的音乐,圣诞的装饰 主啊,多让我们的心朝向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想到你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潮 你的一生受尽各样的难处,痛苦 到最后,你走上时下,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主,我们何等的感恩 主,我们今天在线上的,还有在教室的,我们的同学一同聚集 我们的心仰望你 特别仰望圣灵,你来引导我们进入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 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 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上礼拜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经 一个statement of faith 也是我们信仰那个重要的告白 confession 就是加科敦信经 在主后451年 然后我们上礼拜没有很详细的读这个信经 好不好,我们同心的来读这个信经 把重点都能够抓出来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个说明跟解释 好不好,看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 他真是上天,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 按神经说,他与父同体 按人经说,他与我们同体 在凡身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按神经说,在万事之间,为父所生 按人信息,在晚期日,为去求拯救我们 由上帝主,同女玛利亚所生 是同一基督,是主,是独一的 具有两性 注意啦,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分开,不能离散 两性的区别不一联合而消失 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 为何一个位格,一个十字之类 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 却是同一位子,独一的道神 主耶稣基督 正是中先知论到他自此所算奖的 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 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抓到这个重要的信经的几个重点 看到吗?第二行 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 同时也是完全的人性 100% divinity 同时也是100% humanity 我上里面讲过了,按照数学逻辑 这是矛盾的 但是很多重要的真理 特别超越宇宙万有的这位神 耶稣基督 他根本不是在这个 我们所认识的时间空间 数学空间里面所推论的 我们叫做真理的矛盾的并存 paradoxical existence 按照人的推论 100%的神性就不应该有人性 对不对? 同样的 既然是100%的人性 就不应该有神性 但是很奇妙 神性完全 人性亦完全 然后到了中间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 宣告 玛利亚是谁啊 神之母 或者叫上帝之母 那为什么特别强的这句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 然后下面 讲到耶稣的神性 人性 的 关系 是一个本质上的联合 不是一个 混合的 融在一起的联合 那么 两性提到 是个no 不 相混乱 不相交换 不能分开 不能离散 每一句话呢 其实都针对 一个一段的 所以 到了下面 又强调一句话 不是两个位格 不是分开的两个位格 是一个位格 在两个神性 跟人性的 hypastatic union 本质上联合 所以 非常反对 不是两个位格 好像神性的位格 跟人性的位格 两个独立的 好像产生一个struggle 或说一个冲突 好像 有些人 他们 双重人格 在那边 有人格分裂 不是这种情况 完全的人性 完全的人 as a person 一定是只有一个位格 一定是只有一个位格 那我们 下的 下一页 来 拿这六个图 我们 就提到六种异端 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 最左边的 一边主义 if being honest 否定 耶稣的神性 只接受 他的人性 那基本上 这种看法 就是 他认为 这个第一种 基本上是受到 犹太教的背景的影响 那么 甚至他们说 只有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圣灵降临 就在那个时候 神性的能力 交关在耶稣身上 但是当耶稣 钉十架的时候 神性的能力 就离开了 所以 基本上是否定 耶稣的神性 从犹太人的角度 觉得耶稣最多 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他怎么个是神呢 那么右边 欢迎说 基本上是 受到这个希腊的 哲学二元论的影响 否定肉体 人性的价值 所以他认为 这位救主 这位 耶稣基督 不应该有 真实的肉体 认为肉体 他们绝对是不好的 所以 只是一个幻影 就是 神性的幻影 在地上 行动 所以 这也是不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一段 那么亚流派 我们知道 在离西亚圣经 在 325年 跟381年 两个重要的 这个 会议里面 就已经定了一段的了 亚流派 否定 耶稣基督 百分之百的 神性 他们认为 对耶稣有神性 但是他的神性 是四等的 跟圣父 不是完全 相等的 所以否定 耶稣 百分之百的神性 那么右边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 我们 地约捷克呢 可能会发很多时间 会讲到 这个 烈士多流 因为这个烈士多流 我上礼拜提到了 后来他们去到波斯算教 然后从波斯呢 就派算教士 在唐朝 来到了中国 建立了警教 所以等一下 我们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这个 警教碑的内容 是个非常精彩的 这个信仰的一个告白 也非常的丰富 那么 左边 奥迪奇 基本上他就认为 是两性混合 就是人性被神性 所吸收 产生个新的性 所以 就好像合金阿来 这个铁跟 这个炭 混在一起 就产生了炕 就是这种混合的 改变 那么最后一个右边 亚波尼拉流 他就否定了 耶稣的完全的人性 因为他认为 耶稣的人性里面的 灵部分 或者灵魂部分呢 是道 是Logos 取代了 所以不是完全的 人性 高举神性 好 那么刚才提到 三个negation 不相混乱 特别是针对谁啊 从刚才的六个的说明 很明显 这个是针对谁啊 奥迪奇了 不是两性混在一起 产生个新的性 不是混乱在一起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奥迪奇 原来是 君士坦丁堡 教会的长老 很奇怪 你发现 初代教会 这些所谓 异端啊 其实都是在教会里面 蛮重要的人物 因为假如他不重要 就不会产生这个混乱 就不需要特别去对付他 那么你发现 很多都是长老 或是主教 第二 不相变幻 unchanged 那么 很明显是针对谁啊 针对那个亚伯里拉 因为 他认为 耶稣里面的人性的灵魂 被道而取代了 所以 这个人性改变了 不是百分之百人性 所以 他说 这个两性的病 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应该是unchanged 那么当然 阿波尼拉 又否定了 耶稣完全的人性 他里面没有一个人性的 真实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道 可是道灵 第三 不能分开 很明显是针对谁啊 Lestorians 因为 涅斯多流 认为 两性是分开的 独立的 要 人性 产生他人性的位格 神性 产生他神性的位格 要神性位格 会胜过 他的人性位格 所以产生 在基督里面的一个 内在的 这种的矛盾 所以基本上 被定为 异端的 那么 从 雷斯多流的看法 在耶稣基督里面 独立的人性 这个独立的人性呢 是玛利亚怀孕 感孕 而带出来的 所以他们认为 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玛利亚 夫中 所 遇的 是 人性 所以 玛利亚 应该被称为 人性之母 耶稣人性之母 但是 当时 大部分的教会 正统的教会 他说 不应该怎样分 玛利亚说 感孕的 就是圣子 你不应该把 人性分出来 说他是 人性之母 他所怀的 就是圣子 所以玛利亚 应该称为 God-bearing mother 上帝之母 那用一个 当时的希腊文 叫Theodakos Theo就是神 Dakos就是 Bear 正统的教会 他们 强调 不应该 把人性 跟神性 分开 耶稣基督 就是圣音 他就是圣子 所以 强调 是 玛利亚 是上帝 之母 所以 你都看到 刚才 在加哥登 圣经里面 他们特别 加了这句话 你记得吗 在 第六行 由上帝之母 玛利亚 所生 但是对 Lestorius Lestorius 他们 反对这句话 他说 他应该 玛利亚是 耶稣 人性之母 不应该称为 上帝之母 所以为了这句话 产生很大的 一个 纷争 原因就是因为 Lestorius 把耶稣的神性 独立分开出来 但是 正统的时候 不应该把它分出来 第四个 不能离散 很明显 就是针对 刚才所说的 一边离派 高举耶稣的 完全人 只有耶稣 在越南河 受洗的时候 圣灵降临了 他才有神性 丁死的时候 圣灵就离开了 所以 正统圣经说 No 不能离散 Inseparable 耶稣的神性 跟人性 永远 在一起的 甚至耶稣 今天 圣在天上 还是神人 神性跟人性 是永远 存在 联合在 耶稣基督里面 那么 这三个 Unmixed Unchanged Undivided 跟者 Inseparable 那另外两个异端 幻影派 否定 耶稣 的人性 只是个幻影 另外一个异端 刚才提过了 之前 在离西亚大会 325年 已经定了亚流 你发现 他也是 大人物来的 看到吗 压力善大的 长老 然后 No.3 不能分开 内斯多流 原来也是什么 君士坦丁堡 是什么 主教 都是大人物来的 然后刚才忘了提了 这个阿波 尼拉 流 牢底下的主教 都是 对神 有热心的 只是没有正知识 所以能够做到主教 做到长老 那么我们上礼拜 特别提到亚流派的时候 亚流 以那个经文 很记得吗 约翰卫士4章28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 父是比我大的 诶 父比耶稣大 所以 其实亚流派 他们就说 圣父的 神性 比耶稣高 耶稣是赤本的神性 subordinate to the Father 他们就用这个经文 包括还有别的经文 那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经文 还记得吗 我们应该在系统神学 一 我有说明了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当耶稣讲这句话 不比我大 他是站在什么地位讲的 不是站在他神性 本体俗性的角度 站在什么 站在救赎工作的地位 人质的地位 这样一句话 因为耶稣基督 存心顺服 奉差 接受天父的差派 顺服来到地上 他要站在人质的地位 能够完成救赎 所以站在救赎的地位 工作的地位 我们英文叫做 economical relation economical就是指到工作 工作的一个地位 当然 天父 比耶稣大 所以这种情况就好像 今天 比如说Anna 你在教会 你只是一个平信徒 那来到教会 教会有长老 有牧师 那么按照 这个工作 在教会里面 侍奉工作的地位 我们作为平信徒 当然要听牧师的 听长老的 对不对 但是 离开了教会 工作关系 当我们一起去打球的时候 就不能说 长老比较高一张 我要让他 要听他 不是 离开了事工 我们都是什么 弟兄姊妹 都是平等的 所以 注意耶稣讲 富比我大 是站在 救赎工作的地位 跟人质的地位 来说的 not ontological 还记得 ontology是什么 本体 俗性 不是在本体俗性 圣负 比耶稣高 神性 比耶稣高 不是的 在离西亚圣经 讲得很清楚了 耶稣跟圣父 同尊同勇的 所以 不是因为这句话 就否定了 耶稣基督 完全的神性 所以你发现 这个救赎共产的关系 在越南非第六章 就有说明了 我们来读第六章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来自要按 拆我来者的意思行 谁不要打 天父打 你看到吗 因为耶稣是站在 人子的地位 救赎主的地位 他要被正负 拆派 降生来到地上 完成天父 救赎的旨意 所以从救赎 事工的角度 的确 父比他大 那么第二个经文 也有人来使用 来否定耶稣的神性的 马太福音24章 一章来读 到那日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 也是知道 唯独父知道 你看上下文就讲到 马太福音24章 耶稣是提到 他的再来 那么这个再来的日子 时辰 耶稣说 没有人知道的 连我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有人也引用 这个经文说 你看耶稣就是吃等 他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你看看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 说明跟解释 一同来读第八章 因为 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哪里 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因为耶稣基督 他完全放下着神性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 耶稣人性的证明 就是因为他需要学习的 他要去到圣殿 一边听 一边学 然后他的智慧 知识慢慢增长 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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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以神的 神性为 强夺 抓住不放 他 虚极 empty himself 或是 把他的神性掏空 乃是 他的神性的 能力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他放在旁边 所以 站在他 降卑 人子的地位 假如父不告诉他 他不知道的 你看到吗 所以在第八章说 我在他 哪里所听见的 我所传给世人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为什么 唯独父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 完全降卑 站在人子 谦卑的地位 把他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放在旁边 也不用 然后 同样的 有人也会引用 腓立比书第二章 来否定耶稣 的神性 相等于天父 你看看 腓立比书 第二章怎么说 一章来 神将他 升为至高 又是给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 有人也这样引 包括亚流派 你看 天父比他大 把他升高 那么 既然天父把他升高 而且撕给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天父的神性能力 就比耶稣大了 同样 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 耶稣的升高 更领受权柄 要从以福所书第一章 跟约翰福音 十七章 第两个经文来理解 这个经文 好 我们先来读一幅手书 看了你就懂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了教会 做万有之手 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上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表示这件什么事情啊 表示本来耶稣在永恒里面 未有世界以前与天父是什么 同尊同永 但是当耶稣降悲 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人子 他放下了 他原有的神性荣耀 把它放在旁边 而当他完全的顺服 天父 把他升为至高 不是他原来没有这个至高的权品 跟荣耀 你看他十七章讲说 他原来有 但是他现在 作为人子 也作为一个神人 他被升高 是为了谁呢 是为了我们 为了教会 他成为万有之所 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与耶稣基督同享这个权备跟荣耀 否则 否则我们凭什么 与耶稣基督同管这个宇宙 一同做王 所以 不是耶稣原来没有 但是他站在神人的身份 为了我们 把我们也带起来 所以说 所以他领导这个赏赞 这个赞赞 是为了教会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了教会 做万有之手 他是这个圣体的头 耶稣基督得了荣耀跟权柄 我们在基督的圣体里面 我们也什么 得了权柄跟荣耀 所以 一定要从以复所说的第一章 跟约翰福音十七章 来理解菲律宾第二章 不是耶稣原来没有 他原来就有 但是为了我们 他领受天赋的赏识 而身为之高 为了我们 为了教会 做万有之手 可以体会一点明白吧 所以不要片面的 神将他身为之高 就否定了耶稣的神性 与天父同等 把耶稣变成四等神 这变成恶神论 不能这样把它分开的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亚流派 的问题 就可以说明 那么今天 很多基督徒 读到这些经文 还是无理无睹的 怎么复辟 耶稣大 这个主来的日子 耶稣也不知道 耶稣 就好像赤等了 所以 一定要从 这个别的经文 这些角度来理解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要进到圣经里面 特别 来思想 为什么耶稣 完全的人性 跟完全的神性 那么重要 重要到一个地步 三百多位的主教 在加克顿开会 他们在那边辩论 在那边讨论 坚持 耶稣完全的人性 跟完全的神性 而且 讲明得很清楚 这两性 是种 不应该有的 描写 他没有 正面的定义 这两性 是什么情况 只讲了一句话 是本质的联合 但是怎么联合 这个真的是 大灾尽前的奥秘 耶稣肉身显现 道成肉身 完全的神性 完全的人性 真的是 没有办法 正面的定义 但是可以 做出否定 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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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否定 他们非常知道 从圣经的角度 耶稣完全的人性 跟完全的神性 非常非常重要 跟我们 关服到我们的救恩的 所以我们先处理 第一方面 完全人性 对救恩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 因为 耶稣基督 要完全的人性 他才能够成为 那位默默的亚当 站在人的位置 为人替罪 带死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末后亚当的观念 是在哪里说的 在灵前 我们一同来读 灵前十五章 首先的人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 假如耶稣 没有完全的人性 他根本 就不是 如同亚当一样 可以代表人 与神立约 他是末后的亚当 如同亚当一样 代表了教会 为人替罪 代死 假如他不是人 他就没有办法 站在人的地位 接受罪的刑法 所以 观念头后书第五章 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他是人 才能够替罪 代死 好我们来读 灵后第五章 原来基督的爱 激利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来为替他们死 而符合的主活 看到吗 一人 他是人 才能够替众人死 做好上亚当一个人 他犯罪 众人成为罪 同样的 耶稣基督是 如同亚当一样 但是被称为 默默的亚当 他一个人 他站在人的地位上 可以替众人死 神不能替众人死 神是神 但是他是站在 人的地位 完全的人性 替众人死 所以这是 第一个重要的观点 为什么 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 否则他就 不能像亚当一样 他一定要站在 亚当的地位 完全的人 才能够替罪代死 第二个观点 从约的观点 我们一段来读 这个 那么二 站在人的地位 代表教会 与父神 历程新约 满足了 亚当之约下的 要求 并为人 承受了 亚当之约下的 咒诅 你有没有想到 原来耶稣的死 跟当年 在伊甸园里面 神跟亚当 立了这个亚当之约 说一下 和西亚书 第六章讲到 亚当被约 这个约的内容 是什么 记住 任何的约 一定有立约的双方 在伊甸园里面 神跟亚当立约 就好像租约 一定有约的双方 房东跟什么 房客 一定有双方 同样的约里面 一个租约 一定会讲到 约的要求 每个约准时 要付房住 对不对 这是约的要求 然后 同时也会提到 约的什么 祝福 你准付房租 你都会享受到 这个月里面的祝福 这个祝月的祝福 你可以享受 这个房子 一切的设备 住在里面 同样约里面 一定会有第三条 Penalty 万一你不付房租 两个月在美国 他就可以报警 叫警察Evict 警察来把你赶出去的 Evict 同样的 神与亚当所立的工作 是约 约的要求是什么 顺服神 站在人被造的地位 顺服神是应该的 我们是被造之物 顺服神 守神的命令 用这个不吃三和果树 这件事情 就表明 人对神的顺服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三和果树有毒 一吃就中毒了 死 不是不是 三和果树是表明 在这个月里面 神对人 对亚当的一个要求 假如他能够守住 这个顺服的要求 他只能继续在 伊甸园里面 怎么 住在伊甸园里面 就好像 房客住在房子里面 享受房子一切的福利 甚至 有些神学家说 为什么神在伊甸园里面 设了三和果树 跟圣明树 亚当假如能够 经过一个 Probation Period 他的顺服 证明出来了 好业考试考过了 神一定会赏识他什么 生命树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月里面 有要求 有赏识 也有什么 Penalty 假如他不顺服 这个Penalty是什么 死的日子 必须死 这个死 表示Separation 他跟神分开 到最终他的灵魂跟身体 也要分开 就是死了 他也要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 跟伊甸园说再见 分开 所以这个Penalty 好严重的 Separation 你发现今天人 觉得很孤单 因为我们跟神分开了 所以 你记得吗 我们讲历史神学的时候 鼓励大家看 阿古斯林的《忏悔录》 他的《Confession》里面 讲了一句很棒的话 他说 当神 创造我们的时候 God create in us a God shaped wacuum Only God Himself can fill this wacuum Theresa 听得懂了 当神 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故意在我们里面 创造了 一个空虚 这个空虚 大到像神一般一样的 这个空虚 只有神 能够填 当初 亚当没有多了之前 神是充满在亚当的心里面 没有分开的 但是犯罪 必定死 分开 所以我们的心 没有神的同在 所以 我们的心 永远会空虚的 你就算像所罗门 得了一切 到最后所罗门 还是说一句什么 虚空的 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因为 原来 我们的心 是神的居所 但是因为犯罪 就与神 分开 所以 我们要从这个 约的角度 这个神对人类的 道德 工作之约 要求人 对神的顺服 这个道德之约 没有因为亚当 堕落 都废弃 这个道德之约 一直有效 到耶稣基督 正在律法之下 原来耶稣基督 降生 就是要把这个当年 人类亚当 守不住的 这个工作之约 道德之约 亚当 守不住 现在耶稣 代表了 教会 守住了 你看到耶稣 亚当不顺服 耶稣基督 顺不顺服 他顺服 降悲 来了这个世界 而他最大的顺服 就是存心顺服 与之一死 且死在哪里 十家上 所以应着耶稣基督 他满足了这个工作之约 这个约里面的 祝福 永生 就临到了 他所代表的教会 所以要我们看 路教律22章 耶稣是用他的学 用他的顺服 成就了这个新约 把这个原来亚当 这个工作之约 亚当没有办法守住的 他现在守住了 建立了这个新的约 这个约就是 他跟圣父之间 他守住了 所以约里面的祝福 要临到 他所代表的教会 父神所拣选的教会 好 我们来读路教律22章 一段来 饭后 也照样拿起 背来 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处的 那么耶稣基督 如何成就了这个新约 一段来读 菲律比书 第二章 取了颅鲁的形象 成为了人的样子 就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架上 所以耶稣基督 一定要有完全的人性 成为人的样子 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架上 所以 刚才提到了 亚当 工作的 道德 律法 之约 不因亚当 守不住 而废去 却是人 永远 应守的 本分 你就明白 为什么 在全世界 所有的宗教 都有同样的一个 行善得救的 这种的 渴慕 跟想法 跟追求 就是因为 当初在亚当里面 神把这样的 道德律 跟顺服 而得永生 这样的一个 律 放在 亚当的里面 所以我们 所有 亚当的后代 都在我们的 心里面 会有这样的 一个基因 如同亚当 当时所受的 命令 我要 靠善行 靠顺服 而得永生 很可惜 亚当到了之后 没有一个人 守得住 所有的宗教 佛教也好 伊斯兰教也好 犹太教也好 犹太人有 613条律法 没有办法 守得住 人守不住 现在谁守住了 耶稣基督 代表了教会 另立新约 耶稣把 所有的 道德命令 当初也在 道德命令 被称为 亚当之约 里面的要求 每一个 耶稣是守住 所以约里面的 祝福 临到了我们 所以到了 加拿大书第四章 你都看到 耶稣是 生在律法 以下 这个律法 道德 命令 没有改变 一同来读 加拿大书第四章 极致时候 满足 神就拆选 祂的儿子 为女子 所生 且 生在 律法 以下 要把 律法 以下的人 赎 出来 这个道德 命令 律法的要求 没有 废去 我们所有的人 你看 第五节 要把 律法 以下的人 赎 出来 我们都在 这个道德 律法 之下 所被定罪 而耶稣基督 也生在 这个道德 律法 之下 而耶稣基督 他 却守住 他去成全 所以 这个道德的命令 这个工作制约的 道德 制约 也可以说 永远长存的 人 所以为人的一天 我们都要守住 这个被创造的 道德 命令 所以 包括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也要努力什么 做完全人 要诚意 要成圣 那这个道德命令呢 你发现呢 或者工作制约 在罗马十六章 保罗也重申的 保罗 重申亚当 工作 律法 道德 制约的真实 也不变的原则 你记得吗 我们上学期已经讲过 这个罗马书第一约上的七节了 保罗说 人只有什么 行心行善 神就以什么 永生 给他们 这个道德之约 也就是当年的 在伊甸园里面的 亚当之约 没有改变过 所以保罗在重申 只是保罗重申之后 他就马上就到了 罗马书第三章 没有人能够守得住 没有人真的能够行行善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 其实就是 伊甸园里面的 亚当道德制约的 延伸 跟说明 到了今天 这个道德制约 或者亚当制约 still won 不要以为我现在主 我就不需要管道德 就不需要管十六七名 no 我们作为人 虽然我们不被定罪了 得了永生了 但是人之所为人 我们永远要站在人的地位 对神 永远的顺服 对神的道德命令 永远的遵守 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守得住 现在在基督里面 从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可以一天一天 一步一步 越来越守得住 就是 耶稣所说的 你们要完全像什么 天赋完全一样 好 所以解释 第二个 这个越的角度 新越的角度 第三 为什么耶稣要完全的人性 因为完全的人性肉体 才能够成就成为赎罪祭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旧约描写 这位受苦的仆人 他是个人来的 然后他成为这个羊羔 赎罪 我们一等来看 以赛亚书53章 这个受苦的仆人是人来的 完全的人性 一等来 他不加行美容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进忧患 他被藐视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常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哪知他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便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稣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像羊羔 被陷到宰杀之地 所以这位能够赎罪的主 他是什么 看到吗 完全的人 他有美容 有这个美容的 他会受痛苦的 他会有忧患的 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身上 他如同羊羔 被宰杀 成为那个带罪羔羊 赎罪的羔羊 所以他需要有完全的人性 这个完全的人性 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特别说明的 一同来读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 赎罪季 这个赎罪季 是需要很具体的 一个人的身体 来成就的 所以耶稣一定是要 百分之百的人性 假如他没有人性 神性没有用 神没有办法 站在人性的地位 能够 fulfill what Adam cannot do 所以耶稣一定要完全的人性 他站在人的地位 才能够成为 那个赎罪季 替罪带死 神不能替你死 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人子 他能够替我们死 所以为什么当年的这些教父们 主教们 那么坚持 耶稣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默默了亚当 跟亚当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叫做女人的后裔 否则 没有办法成就 这个替罪带死 好 其实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肯定 耶稣完全的人性 对救恩的重要性 否则当年这些教父 不是为了吵架而吵架 这是官府的 一个救恩的真实性 好 然后跟着 就从经文里面看 完全神性 对救恩的重要性 第一 耶稣基督的神性宝血 能够除罪污 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 所说的 我们来一同读 知道你们得赎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假如耶稣不是完全的神性 他所流出的血 就不是宝血 因为耶稣的宝血 是宝血 所有洁净的能力 然后到了灵后第五章 保罗就更说明 因为耶稣基督的神性 无罪 没有瑕疵 他没有罪 没有瑕疵 才能够为罪人而死 假如耶稣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亚当的后裔 不是女人的后裔 他自己都有罪性 他怎么能够 为人的罪而付代价 他自己都是有罪的话 他没有办法 为人赎罪 所以耶稣一定要是 在神性里面 无罪无瑕疵 然后在他人性当中 也没有犯过罪 才能够为罪人而死 所以你看灵后第五章 一同来读 神是拿什么 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注意哦 耶稣的神性无罪 替我们成为罪 否则 没有办法 替我们成为罪 他自己都有罪了 怎么可以承担我们的罪呢 第三 耶稣 完全的神 完全的神性 道成了肉身 表示什么 表示他放下神勇 舍己顺服 成就了救赎 跟亚当犯罪跌倒的 刚刚相反 还记得吗 在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跟夏娃 要背叛神 要吃善恶果树 其中他心里面想什么 中了撒旦的迷惑 你吃的日子 你就能够向神 如神 自定善恶 是 是什么 是要高举自己 不顺服神 要自己做神 所以我上礼拜提过了 今天世界一切都混乱 就是因为 每个人 都要 做神 我都不要听别人的 孩子不听父母的 所以一定会乱 妻子也不听丈夫的 丈夫也不听妻子的 反正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当然世界大乱 所以 耶稣基督的救赎 跟亚当所做的 完全 刚刚相反 亚当要高举自己 如神 而耶稣基督 他本来就是神 却要舍弃放下 他神性的权能 甚至 亚当不顺服 他顺服 亚当做不到的 他做到了 是要换取的 对教会 神所拣选的 一个救赎 所以让我们 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非常重要的 耶稣神性的描写 究竟是怎么一种神性 跟怎么一种人性 一种来读 腓立比书第二章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除了卢谷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被为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家上 亚当又告举自己 做神 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 什么叫强夺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紧抓着 不放他的神性的权能 他没有紧抓不放 不紧抓 不放他神性的权能 他放下 他虚极 注意啊 虚极一个字 英文原文是empty 把自己倒空 不是倒空他的神性 来是倒空他的神性权能 把他的神性权能 放在一边 他不用 就好像 You know you 很有钱 有一千万 但是你愿意跟这些穷人 体会他们的痛苦 要跟他们做朋友 你就把那一千万 放在银行里面 set aside in the bank and you never use for a period of time 然后去 过好痛苦的生活 然后去 homeless 跟你做好朋友 你就能够了解他们的痛苦 能够帮助他们 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 我告诉你 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 他不是倒空他的神性 他来是倒空放下 set aside他的神性权能 他原来是无所不在 Now lock in the time and space 绑在时间空间 肉体里面 好痛苦的 他原来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他倒成肉身之后 他的无所不在的神性权能 暂时放下 但愿成为一个小婴孩 更痛苦的事情是 他原来是无所不知的 现在他放下他的无所不知 从小跟着玛利亚 还有他的父亲约瑟 你要在会堂学圣经 所以耶稣的圣经知识 等下我们来看 他是从小学习来的 他去到圣殿 一边听一边问 不是在那边做收的 不是在那边表现 他真的是在学的 因为他把他原来 无所不知的神性权能 放在旁边 不用你 否则他就不是完全的人性了 你懂了吗 所以包括耶稣基督 在地上行的神迹 很多人说 他是神 当然他的义病赶鬼 我告诉你 按照腓立比书第二章 他连他神性 义病赶鬼的权能 都放下了 他的权能 他的地上义病赶鬼的权能 是从来来的 你记得吗 耶稣 在旷野 被试探 四十周夜 然后 圣经描写 四十周夜之后 他就满有圣灵的能力 然后他的名声就什么 传破释放了 表示说他 四十周夜进食之后 他得到圣灵的能力 然后出去医病赶鬼 传到他的名声 才传播释放 所以难怪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求圣灵 因为耶稣是靠圣灵的能力 一边赶鬼传到 同样的圣灵降临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被圣灵 教官被圣灵充满 也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 所以连贯起来了吗 耶稣是完全是我们的代表跟榜样 他虚极 empty himself 注意啊 希腊文 kenosis 他的含义不是指导 道控他的神性 是道控放下 set aside 他的神性全能 包括 他的无所不知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的能力也放下了 否则 他就不是完全的人性 他无所不能 所以难怪 你看 撒旦在狂野多厉害 叫他要用自己的能力 把石头变面包 假如耶稣真的这样做 他都没有真的虚极了 包括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 并定说 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会跳下来吧 耶稣其实可以有能力跳下来 但他 不用 不用这个能力 假如跳下来完了 他就不是完全的 这个人性 他就不是完全的顺服 救恩就不能成就 所以 耶稣太为渣了 他能 跳下来 但是因为爱我 他定义不用他的能力 他定义 就是 不取提款 我就是穷 我就是穷 四十天我都要穷 挨下去 好跟他们做朋友 挽回他们 来到最后 他还是不跳下来 到最后断气 所以一定要明白 他的神性 跟人性的这个关系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他没有紧抓不放 这个强夺 原文是紧抓不放 他没有紧抓不放 与神同等的这种权能 他放下了这些权能 Empty himself 要变成个人的样子 要卑微顺服 以追死 且死在十下上 所以跟亚当堕落的原因 是相反的 亚当堕落的原因 就是要高抬自己 如神 但是他 耶稣本来就是神 他愿意放下 所以 耶稣基督 需要受完全的神性 第四 他完全的神性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复活 才能够复活 使我们称义 假如他不是完全的神性 他就不能复活 你看看罗马书这一章 说明他复活的意义 一种来 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什么 是神的儿子 他的复活就证明 他是神 不被死亡所捆绑 所以他需要是完全的神 否则他没有办法复活 复活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都在罗马书第四章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过犯 复活是为教我们称义 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表示他不是神 他被罪咒诅 永远都没有亡 但因为他复活就表示 他是神 他能够成就的救赎 替罪带死 所以才能复活 他假如不是神 完全的神性 他就没有办法复活 没有复活 我们中没有办法得救 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他没有复活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为什么觉得教父们 坚持他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神 否则他不可能复活 然后我们再发一点时间 希望在第一节下个之前 我们把耶稣的人性跟神性的证明 你的经文很快的看一遍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是绝对的人 也是绝对的神 很多的经文都在说明 好 人性的证明 他是女人的后裔 同女所生 创世纪第三章 一同来 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看到吗 这个女人的后裔是预表谁啊 耶稣 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有肉体的 而且在这里很有意思 已经把十字架的事情 已经暗示了一部分了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打败了撒旦 伤了他的头 同时耶稣也在十字架上 他的脚被钉 他的脚跟受伤 已经暗示出十字架的情况了 到了以撒亚书第七章 讲得就更清楚了 必有同女生 怀孕圣子 给他起命 叫以马列列 这个事情到了 马赛福音第一章就应验了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月色 还没有赢取 马列腰就从圣灵怀了孕 所以耶稣基督是被玛利亚 这个女人所生的 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男女的后裔 男女结合才产生孩子 但是唯有耶稣 直接从圣灵感应 而带出一个真实的身体 玛利亚 怀胎 然后 把耶稣圣出来的 所以是绝对的肉身人性 那我上礼拜提过了 几年前 很可惜的 唐中庸牧师 就发表一个言论 说耶稣的人性不是被造的 他是直接倒成肉身 他是从中文一个经文 倒成了肉身 所以耶稣的肉身 不是被造的 是从道变出来的 产生很大的风波跟争论 包括台湾的教会 海外的教会 大陆的教会 都在辩论 其实按照正统的教导 不能够用我们中文的翻译 这句话 因为我中文的翻译 very misleading 倒成了肉身 其实在原文是 倒 word incarnate 这个拉丁文是表达着 加上肉身人性 不是道成了 道变了 而是道 加上人性 耶稣的道性 神性 配上了人性 加上了人性 而不能够用我们中文和尔本 这句话 道成 好像是个肉身 是从道直接变来的 不能这样说的 这样子就否定了 马太夫人第一章 圣灵感应 耶稣的肉身 是被造的 是圣灵感应而来的 而不是抓着一句话 道成了肉身 他的肉身是从道变成 我们中文翻译不准确 正好的翻译应该说 道 配上了 完全的人性肉身 或是道 加上了 肉身人性 不是道成 而是变成这种味道 所以一知之差 都会产生一些争论 常常是 因为我们和尔本翻译不准确 假如他没有好好读原文 很容易 misleading 好 第二 你看经文 看耶稣的成长过程 耶稣的智慧 神的恩在他身上 看到这句话 短短一句话 表达他的physical development 身体 强健起来 他渐渐的长大 包括他的智慧 他的mental development 包括他的灵性的发展 神的恩在他身上 然后到了路加分第二章 我刚才提过了 他是要学习的 他的知识 不是因为他是神 他就无所不知 不是他放下了 他的知识是透过学习 learning 你看路加分第二章 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室中间 一面听 一面问 他真的是在学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同学 包括在里面 也向耶稣好好地听 然后也被人问 听不懂的要问 这样才是一个learning process 所以耶稣的学问知识 是透过跟我们一样 要学习的 腓立比书第二章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为什么他需要学习呢 就是因为他放下 empty himself 放下了他的神性权能 跟你我一样 一切都要从灵开始来学习 要成长 路加分第四章 包括耶稣需要阅读 一同来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 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了一处 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所以耶稣跟你我一样 还是要打开来阅读的 不单单耶稣有阅读的习惯 而且他也要写字的 你看看 原福音第八章描写他写字 意思又挽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而且 描写耶稣一句话都不讲 指头挽下腰在地上写 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 众人非常闹哄哄的 要耶稣定这个行淫 被抓了夫人 死罪 定他的罪 用死都打死他 大家在那边闹哄哄 结果耶稣不讲一句话 在地上写字 很多的解经家族 一直在想 究竟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 你们有没有想过 耶稣在写什么字 能够猜得到吗 因为众人要耶稣定他的罪 其实是个诡计来的 假如耶稣定他的罪 而带动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那耶稣就违反了罗马律法 因为只有罗马政府 才有这个死刑的权柄 大家假如耶稣不定他的罪 他就违反了摩西律法 所以耶稣真的在两难之间 左右都不对的 耶稣一句话都不讲 其实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 context 环境里面 你猜猜一看 耶稣在地上会写什么字 猜得了吗 神经没有disclose 但是在这个团境当中 后面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也讲话了 我们当中谁没有罪 都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那么既然耶稣要讲这句话 他之前写的字 跟这句话也没有关系 你懂了吧 我们解禁一定要和情和理 很可能耶稣在地上写 罪 罪 罪 我们都是罪人 其实耶稣传的福音 就是要悔改 信福音 要承认你是罪人 要悔改 而且你现在 要定别人是罪人 要我定他的罪 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 你们众人 谁没有罪 先用石头打他 可能耶稣在地上 就已经写这个罪 罪 阿玛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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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有罪 可能耶稣实在来 讲两句话 所以耶稣就 跟着讲 谁没有罪 先拿石头打 所以 表示耶稣 跟你我一样 写字的 他阅读的 第三 圣经描写耶稣 有穴肉身体 有灵魂 人名一章 提到了什么 道成了肉身 他有 flesh 有肉身 道加上了人性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圣灵 他不是个幻影 他是有肉身的 提摩大前书 第三章 我觉得句话太宝贵了 一同来 大家在进行了奥秘 不人不以为人 就是神在 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原来肉身显现 是个奥秘 耶稣的神性 人性 是个奥秘 你没有办法 正面的定义他 只能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 肯定的耶稣有肉身 那当你问说 神性跟人性 是怎么样一个联合 这个宇宙 没有类等的东西 会让我们明白 所以说 是个奥秘 是个极大的奥秘 大灾的奥秘 但是肯定的 耶稣有肉身 那么你问这个肉身 如何跟他的神性联合 没办法讲得清楚 圣经讲得很明白 是奥秘 你要用人的方法 跟自然的类等 来说明的话 一定会变成异端 用数学逻辑来推论 又会变成异端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这是个大灾的奥秘 真的没有办法讲得清楚 就像三位一体 我们只能正面的说是这样 但是 是怎样三位又是一体 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再读下去 路加飞23章 耶稣有灵魂 耶稣大声喊就说 夫啊 我让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性 跟你我一样的灵魂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人不是动物 只是个物质的存在 人有灵魂 我们的灵魂站在往哪里去呢 耶稣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站在来也往哪里去 而且保罗说 耶稣是出手的果子 祂怎么复活 给我们证明看 我们站在来也要复活 然后我这次 从中国回来坐飞机 旁边是一个 一个女士 师母坐在我右边 我坐飞机慢慢稳定了 吃餐的时候吃完了 看到心情好了 我就开始跟她传福音了 然后就跟她讲 神的创造 宇宙的奇妙 我们需要这个氧气 这么树木 它也没有智慧 为什么叶子通过光合作用 会把我们的预氧发散细了 放出氧气 我就跟她讲很多 这个创造的奇妙 耶稣基督 这个圣诞节快来了 结果没想到 我很用心跟她一个一个讲 讲了很多东西 她最后回应一句话 我是无神论 唯无论 哇 我就被卡住了 她一直说 我就不听你这些套 我就是唯无论的 她也 六十几岁 住在加拿大 移民到加拿大很多年 但是 我后面我就 没办法多讲 因为只要再讲下去 就辩论了 因为她的心表示说 她完全close up 我猜她可能经过文革 说不定做过红卫兵 她的整个思维 就是唯无论 这个 保持东思想 注意此类 我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很难 就是 她不相信人有灵魂 她说我只相信唯无论 她只认为人是动物 猴子变来的 就没办法讲了 所以我只有默默为她祷告 所以感谢神 耶稣有灵魂 我们也有灵魂 所以第三天 耶稣复活了 她的灵魂 与她的身体 重毁了 原来她将她的灵魂 交代父的手中 好 我们看完耶稣 人性的真实 跟证明 然后第二部分 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 最后 No.4 她的人性的真实 因为有肉体的限制 有人性的需要软弱 但是却没有犯罪 你看这几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四章 耶稣会饥饿 我们一段来读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 耶稣渴了 耶稣知道更的是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我渴了 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会困乏的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马太福音第八章 他累会睡觉的 海里忽然起里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大风浪都咬醒他 表示耶稣多累 我们都要咬醒他 父子我们快没命了 你就看到耶稣多累 大风浪都咬醒他 所以耶稣有真实的人性肉体 也有他的软弱 第五 原来还有第五要说明 一个完全的人性 一定要什么 感情跟意志 耶稣有没有感情 有啊 你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 耶稣会悲忧哭的 一段来读 耶稣看见他哭 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耶稣也哭了 你看到吗 耶稣真的是完全的人性 他会哀哭的 他会悲叹的 他会忧愁的 他有感情的 约翰福音十二章 甚至表达他的忧愁 惧怕 有fear的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福啊 求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就是耶稣面对快要上十架 还没有到这个科西玛丽园 但是已经表达他心里 有忧愁 然后在科西玛丽园 祷告 你看看他怎么描写 路加分二十二章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看诸如大学低 下学点低在地上 耶稣极其伤痛 而且伤痛恳切那个地步 在这种很激烈的挣扎痛苦当中 按照医学的说明 他为血管破裂 所以才产生大学点低在地上 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完全的人性 会流血的 然后到了约翰分第二章 也表达他有一路 一同来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格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 耶稣坐哪 行子坐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去 哇 耶稣要鞭子要打人 把人赶走 把羊群赶出去了 所以解释他的义路 到了希伯来书 就描写耶稣哀哭的 当然就是描写他在 科西玛黎园的一个情况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哀哭流泪 耶稣有感情的 他有害怕的 到了最后一点 No.6 耶稣被称为人子 所以你看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然后马大夫人26章 耶稣对他说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加在天上的云降临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可以讲自己 我是人 为什么要叫人子 加这个子 Son of man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原理 我是人 都好了 为什么耶稣特别讲的 I am son of man 加个子 假如你在香港住过 或者你是广东人 哎呀广东人就有这种观念 骂一个人很坏 你很衰 衰 你很衰 他会加个衰仔 你是个衰仔 表示你是百分之百的坏 骂一个人是赌鬼 你是赌仔 赌子 Son of gambling 表示他有百分之百的赌性 广东人有这种concept 我不知道中国 普通话也有 有没有这种 加个子 有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啊 广东人有 所以你就发现 斗仔啊 鬼仔啊 衰仔啊 加个子 仔就是子 犹太牛这个观念 所以发现 描写约翰 脾气很猛 说他是什么 Son of fend 雷子 表示约翰没有生命改变之前 没有性质之前 他的脾气是很猛的 有打雷的这种百分之百的性质 那么干厉的 Son of fend 描写尤达 坏到一个地步 圣经上把描写他 地狱之子 他是百分之百 地狱败坏 该死的俗性 就加个子 地狱之子 雷子 懂了吧 这个子就表达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性质 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人子 就表达他是100% humility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了解圣经 这种的用法 为什么耶稣会称为人子 所以证明耶稣完全的人性 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神性的证明 我们或许下课之前 或许把这部分我们都赶快讲一讲 因为第二节呢 我觉得更精彩 我们要回到这个警教 虽然在大会里面 在加克顿的大会里面被定为异端 但是后来他去了中国传言福音 这个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所以我看看警教 他在中国传是什么福音 了解一下这个警教杯写是什么东西 跟我们中国人有关联 好我们很快的看被称为神 我们就看这次经文 约翰飞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的十四节就描写道神的肉身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道 耶稣就是神 约翰飞二十章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复活跟他显现 他就算告耶稣是神 罗马书第九章 按肉身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所以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性 可称颂的神 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 一同来 神的儿子 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他爱他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也是真神 也是永生 算个耶稣基督是真神 然后看着提过了 为什么加个子 人子就是表示他 百分之百的人性 同样的神子 就表示他百分之百的神性 所以你看马可福音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你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可是 相对应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说他 道就是神 然后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也是把这个重点讲出来 他是神的儿子 百分之百 然后 马太福音十六章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到了马可福音十四章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 基督不是 我们何必再用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 这张网的话 耶稣说 我是 表示耶稣 是神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怎么可以说 这是神的儿子 是神呢 看到了吗 所以说耶稣说了 这个占望的话 就是因为 他们都了解 神的儿子 就是神 第三 耶稣基督拥有神性的全能 他原来与天父圣灵一同的创造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一同来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个他是谁啊 就是前面的耶稣 就是道 希伯来书第一章 在此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他曾借着 也曾借着他什么 创造都世界 B B 耶稣不但有创造的神性全能 也用他的全能拖住万有 希伯来书第一章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那么C 他是神 因为他表明他有色质的权柄 唯有神有色质的权柄 法教室第九章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探子说 人子放心吧 你的罪色 路教室第七章 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爱着他 脚哭 用嘴连连倾他的脚 把香膏摸上 于是耶稣就对女人说 你的罪色名 耶稣有色质的权柄 因为他是完全的神 第一 他也有如何的权柄 可以叫我们复活 约翰飞第六章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十一章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五 生命在五 静谋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只有神有这种 复活的权柄 叫人复活 但最明显 神的权柄 就是审判的权柄 约翰福音第五章 父不审判什么人 来章审判的事 全交于子 他是神 有审判的权柄 提摩在后书第四章 一同来 我在神面前并在 站来审判活人 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看到吗 耶稣站来要审判 死人活人 什么时候审判呢 到了起书的二十章 白色大宝座 彰选的时候 幕后的审判 是谁在审判 耶稣 我们来看这个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宙坐在上面的 我有看见死人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圣明册 死人的人都凭着 其实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做审判 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上面的 结尾是谁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审判 死人活人 而你发现受审判的人的名字 分别记在两个不同的书卷 提到有生命册 怎么生命册 这是得救的基督 就要受审判了 是指到 仅仅得救 犯罪跌倒的基督 他们没有当耶稣 再来的时候 复活或者被提 要等到末后 新天新地 开始的时候 白色大宝座 战权的时候 他们才复活 他们明知在圣明册上 但是他们犯罪 贪爱世界 耶稣把他们生前 信出之后 一抹一抹的罪 像食品一样 给他们看 让他们心服口服 仅仅尝受永生 住在新的地 却不能够享受 新耶路撒冷的荣耀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 掌管万有 另外一群 不是明知记载圣明册 就是不信主的人 要到那个时候才复活 面对审判 下永远的流氓斧 受审判 罪的审判 所以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哇 耶稣 祂是可称颂的神 祂有福尔的权柄 祂有色觉的权柄 祂有审判的权柄 祂更有创造万有的权柄 破住万有 所以让我们带这个敬畏的心 我们感谢耶稣基督 道成入圣 更要敬畏祂是神 所以我们跟天父祷告 也同样可以跟耶稣基督祷告 好 我们就休息五分钟回来 然后我们又看很精彩的 这个锦教杯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我先把这个暂停一下 好 弟兄姊妹 我刚才提到了 要介绍这个 锦教杯的内容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我刚才第一节提过了 锦教就是这个 列斯多流派的教会 他们被逼迫 就去到波斯宣教 在波斯建立了 很大的一个教会跟影响 然后呢 在组后六百三十五年呢 都有他们很棒的宣教师 叫亚罗本 我们中文放在亚 亚罗本 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叫 Abraham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 叫放在Abraham 都放在Abraham 所以可能把音 就译过来了 把他们最棒的宣教师 都拆拍到中国 那么当时 他就带着圣经 经书到了长安 非常有名的宰相 黄云林 我们读中国历史都知道了 黄云林 就迎接他 而且得到唐太宗 李世民的借鉴 准他在长安传教 甚至建立这个教堂 他们不叫教堂 叫庙寺 然后 在1635年 这个 井教就开始在中国 顺利的发展 只发展了220年 到了845年 唐五中 因为要灭佛 就把这个井教也遭受到千年 而被灭了 那么当时井教是跟这个妖教跟墨尼教 并称为唐代三仪教 但是因为井教很多的形态跟用智 跟形式呢 很像佛教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研究了 你就发现 其实唐朝的 多朝的皇帝可能 都搞不清楚井教 把他当作是佛教的一个分支 所以就很欢迎李戴他 因为唐朝 其实这个佛教也是非常兴盛的 所以兴盛的这个地步呢 太多正女了 太多免税了 太多特权了 让唐代的这个国本 被摇动 所以才会有845年的唐五中灭佛 这个事情 那么灭佛之前 就是灭井教之前 在781年 另外一个双角士 从波士来叫伊斯 他就建立了这个 树立了这个井教碑 那么这个井教碑 有279cm 那么高 这个井教碑 因为灭佛灭井教呢 被埋没了 可能被埋没了700年了 埋在地里 到了这个1623年 才重生出土 那么 这个 1623年出土 被埋了700多年 那我在这里提了第二波的 福音传到中国呢 是1582年 所以 所以等于说 在井教碑出土之前 大概50年 这个 利玛窦又把福音 带到中国 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 刚才提到 亚罗本 635年 635年 他是第一波把福音带到中国 645年 10年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原装 去印度取经 就在645年 就在645年 同样回到长安 也同样受到唐太宗 迎见 而且大力支持 所以我把这个原装 跟亚罗本放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其实其实皇帝搞不清楚 你从波士来 从印度来 他都以为就是 佛教的一种 所以也非常礼遇 因为唐朝原来佛教 是非常非常被重视的 很兴盛的 好 这个是背景 然后呢 我们跟着比较困难的地方呢 就是要进到这个 井教碑的内容 来 观看井教 他们在中国传教 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 一些异顿的说法 有没有提出两位格 两独立性 等等的这些问题 你发现 基本上 等下我们读下去 发现 原来很正义性的 两性两位格 没有在这个信仰告白里面 一个字都没提到 本来内容呢 是非常基要信仰的 甚至可以说 类似使徒圣经 但是比使徒圣经呢 更丰富 更 多 多内容 那么 我过去 没有好好去读这个内容 因为读不懂啊 就是古文 直接是感谢神了 让我备客 这个礼拜找到一个资料 是台湾金星会 把它先翻译出来的 哇 我一读下去发现 太精彩了 这个信仰告白 太丰富了 不能不了解 所以呢 我就花了一些时间 把其中的20句 这个是整个 锦教碑的内容 我们就不要发时间 一直读下去了 但是我把其中 重要的20句 把它的翻译找出来 也修正了一下 第一句 就是在锦教碑 第一句 我们一同来读 这个古文很难读的 我们尝试来读 有些字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因为古文来的了 但是呢 它的内容 你要注意啊 什么叫先先 什么叫无缘 什么叫厚厚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 套汉的宇宙 有一位存在者 它是在万有之先的 先先 就是这个意思 奸位 主宰是在万有之先 它叫先先 而且无缘 就是没有缘头的 自有拥有的 哇 这个算告太精彩了 都跟出埃及记 这个神对摩西显现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但是 它用中文太精彩了 先先而无 无缘 才五个字 包含好丰富的内容 万有之先 自有 永有 然后 不知道它如何开始 它是如此 深远 渺然 而且 在万有 结束以后 它仍然存在 那它用 五个字 厚厚而妙用 它在 一切万有之后 技术会存在 意思是它是永恒的 太精彩了 第二句 我们应该来读 第二句很重要 那么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提到三亿 真神 表达是妙生 它不用三个一体 它有三一 妙生 是一个本体 一个妙生 但是 是三个位格 三一 妙生 然后 无缘 没有源头 只有永有 结尾真主 它的名字 就是叫 Alohu 就是 耶和华的意思 然后 它称结尾叫 原尊者 那么 翻译出来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翻译 掌管宇宙奥秘的全能主宰 创造了大地的万物 它超越了地上的一切的帝王和圣人 这样完完全备 庄严神性的至高真神 除了我们这位圣父 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 恒古永恒的上帝 耶和华 还有谁呢 所以注意 那个 于这个字就是 还有谁的意思 第三个 第三句 一同来读 很有意思 判十字 以定四方 古原封 而生二气 暗空一 而天地开 日月运 而昼夜作 这个 原 原封 你叫是谁啊 封就是圣灵啊 懂吗 因为 其实 原文就是封的意思的 也可以放着灵 它叫原封 就是指到圣灵 然后 他就讲到 神 灵画了十字标志 制定大地 东西南北 四个方位 启动圣灵 分别阴阳二戒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讲 神的灵运行带出生命 他说 原封而生二气 带出这个 阴阳 生命能力 阳就是属于生命能力 他分开 光和暗 创造天地 使日月运行 管理昼夜 哇 短短的一句话 暗空 而天地开 日月运 而昼夜作 就是分黑暗 跟 这个日月运行 管昼夜 太精彩了 第五 一种来读 藏成万物 燃力粗人 别是良知 令震 令震化 粗人就是指着谁 亚当和夏娃 第一个人类叫粗人 然后 赐给他良知 就是给他 这个俗性 良知 那么 令震被 发海 就是表示他 让他们掌管 这个 这个 这个海洋 陆地 你看看 这个翻译不错的 我们来看 一种来读 天地万物 都造起以后 创造了人类 始祖亚当 上帝特别 是与人类 灵性良和 让人类来管理 自然界的 山春 河海 其间的万物 所以把整个创造论 讲得很清楚 创造万有 创造人类 然后 表写 人类原来的 本性 第五 我们来读 困原之性 虚而不淫 树荡之心 本无息 是 意思就是说 那粗 粗糙的人的 本性 是先 谦卑 而虚心的 洁净而淳朴的 心灵 本来并没有 非分的 欲望和贪爱 其实 没有堕落 人性的描写 然后呢 他就描写 撒旦来了 然后人类就堕落了 你看他提到撒旦 一服 撒旦 假如没有翻译 真的不懂他写什么话 他只懂一个字 撒旦 他写撒旦 看得懂吗 翻译出来就是 但是 自从 撒旦使用诡计 让人犯了罪 掩盖了 纯洁的本性 这样就与原有的 本性之上 渐渐疏远 而慢慢的 被本性之恶 所挟制 就描写人 堕落的罪性 跟堕落的 其中一个源头 撒旦 的诡计 然后 到了第七呢 他就描写 多了这个人类的一个光景 没有翻译的 阶段里 真的看不懂 我们也试试看 读一读 可以尝一点 他的 这个原文的味道 尽知法罗 或植物 以错综 或空友 以论 二 或导致 以交福 或佛善 以交人 自律 盈盈 恩情 益益 黄然无得 尖逼 转烧 知悲 王土 久美 修福 这是描写 多了人类的一个光景 你看 翻译出来 很清楚的 一中来读 各派都设立 自己的教条 法规 来争取信徒 有的要信徒 崇拜自己 雕刻的偶像 有的主张 有与无有的 二极论 有的 祭拜来 求取信徒 有的自夸 自讽 骗取别人的信任 这些人终日 竭尽失律 战营忙碌 讨恩寻情 劳碌不停 往往然 毫无所得 急躁凡乱 受尽煎熬 但却人设黑暗重重 摸不着正确的方向 天长日久 迷惑盲目 却找不到回头之路 居然把堕落的人类的光景 描写得那么的真实 包括今天应用 真的就是这种光景 就是人类堕落之后的痛苦 要拜偶像 要靠功德 等等 都找不到方向 都是在痛苦 都是在煎熬 所以其实对人类堕落的一种光景的描写 到了第八句 更精彩了 因为读太精彩了 于是我三一分身 尽砖 弥赛亚 举影真威 同人初代 神天酸庆 弑女 但胜于大秦 尽书 教祥 波斯 度要 以来共 我告诉你 他的讲道 三一的真神 其中一位 降生 分身 结尾就是颈尊 他称耶稣为颈尊 就是弥赛亚 看到了吗 然后 他怎么描写呢 我们来看这个翻译 就比较准确 一同来读 于是真神耶华的独圣子 三个一体的基督弥赛亚 隐藏了他圣子的身份 道成肉身 降世来到人间 由主的使者显现宣告 接着同真女玛利亚 让圣灵感应 在犹太地的伯利恒 圣的圣子耶稣 波斯的三位博士 在东方看见天上的新手 显现出吉祥的异象 便循着星光 带着礼物前来腐败 这就是圣诞节的一个内容 三博士来朝拜 最重要的他是指导 你看道成肉身 而且他隐藏了 圣子的身份跟荣光 能力等等 他就描写很隐真威 把他的真正的威勇 隐藏起来了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 菲利比书的第二章 不以神性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极 但是他用的字非常惊傲 就是含义很深 到了第九条 一章来读 原二十四圣有说是旧法 李家国欲大有 翻译出来就是 解释应验了圣经旧约 中二十四位先知的预言 由于指示给我们 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也就是李家国欲大有 这句话 那么天 一种来读更精彩了 这个三一净风 刚才是讲到 这个颈尊耶稣三一分身 现在讲到三一净风是谁 圣灵 三一真神 其中的一位净风就是圣灵 圣节的圣灵叫净风 你看看这个翻译很精彩 耶稣设立了圣灵之爱的新教 考制启发人类原本善良的心 归回到本真的信仰 他简直八种有福事人 可以得到天上的赏识 劝人们净除心中的尘污 恢复圣节的本性 不难得救 还有恢复圣节的本性 而且讲到是圣灵在里面运行 陶冶改变人的这个性情 然后十一更具体的 起三长之门 开生灭死 玄境日以破暗斧 莫网御事扶思吹 处持行以登明宫 安灵御事扶祭祭 没有翻译真的看不懂 但是有一个看得懂 三长你这是什么 三长之门 信望爱 你要走信望爱的道路 你看看他翻出来 开启了信望爱 三德的真理之门 让人们倒向永生之路 使人们的心思如同光耀的太阳 破除了人性的黑暗面 欲使撒旦的脊梁传被击破 人的信仿思想调整了方向以后 转而吹向于光明的天国 灵魂应以得拯救 所以要坚守信望爱 这个道路 真理之门 道路十二更精彩了 能思思比 挺武心真 经流二十七步 张缘化以发灵观 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这参教的施工 重大使命完成以后 就是能思思比 指导耶稣在地上 把该做的事上十下都做完了 思比 然后圣子耶稣便在死后 第三日复活 这就是挺武心真 心真就是他复活了 升天了 回到全能父上帝的身边 耶稣的门都写了什么 圣经新约二十七步 就是二十七卷 来宣扬基督神圣之教化 并启发人类的灵性 你看讲的那么深入具体 然后到十三 一路来读 法御水风 调福 调福 急需摆 应词识驾 荣四召 以河 无拘 积木正人 慧之音 动力催生荣之路 这里是讲的什么 什么叫法御 水风 世界的水跟什么 风是什么 圣灵洗礼重生 看了吗 所以新约教导 我们要以水和圣灵 来施行洗礼 洗清人的罪恶 恢复天虚纯洁的本性 在十字架的标记之下 荣纳所有的人 这就是荣四召 以河无拘 不分富贵贫贱 彼此相爱 何物相处 每天晚上要吉祥 雾气 发出人谓之音 召集信徒 朝东祷告 来督出信徒 追求光明圣洁的人生 所以提到这个水跟圣灵重生 洗礼 然后提到在十字架的 这一个呼召之下 跟荣和四方 不分贵贱贫贫贫贫贫 彼此相爱 然后提到每天晚上 这个教堂会 奏出一种音乐 来提醒附近的众圣徒 朝东边来祷告 这种做法 不来回教学了 你看 回教他们就是 一天三次 那个喇叭就响了 一响了 大家都归下来 就是祷告 其实 这个景教 早就做这个事情了 提醒这个玩岛 144 就讲到这个生命的见证 太精彩了 不许撞破 军会见欲人 不惧财富 欲游险欲火 再以服事而成 该借以尽身为故 翻出来是什么 不要 不要 豢养奴婢 待人要 依律平等 不分贵界 不要积占地上的财物 因施血给需要的人 不要 要用禁食来压制 心中的无事论想 要用 节欲来固守 内心的灵敬行事 哇 太棒了 把这个 人人平等的思想 超 超时代的 在中国唐朝 根本没有这种理念的 怎么会人人平等呢 而且 反对 不要有 这个奴婦 就好像 美国 到零等 才开始反对黑奴 要解放黑奴 其实 景教讲的那么 在 祖后600多年 周英讲的那么清楚 不要豢养奴婢 而且待人要 一律平等 不分贵界 这个 就叫了信仰的 那个 那么 宝贵的内容 跟 生活的见证 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 15 七十里战 大必存亡 七日一存 喜心 反树 珍常之道 妙儿难民 公用 招商 强称 警教 这个七十是什么时候 就是中午 要求信徒 每天中午要送战礼拜 求上帝保佑 圣者的平安 安慰 死者的灵魂 要守什么 安十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七日为主日 要到礼拜堂来 主日敬拜 亲近上帝 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恢复纯正的本性 所以 讲得 不但是晚导 还有中午 大家在家里一定要祷告 而且 要守主日 然后再读下去 这些真实不变的道理 玄妙深厚 难以描写 他的伟大 他的人心影响功能是如此昭彰显著 所以我们尊称 他为光明人心的警教 最为何疑 所以为什么会定名警教 就是因为 这个信仰 会带来人一个光明的情况 而且有云景 有愿景 而且带来这个就是光明的警况 所以叫做警教 人心的光明警况 十六 你懂来 为道非圣不红 圣非道不大 道圣福气 天下文明 意思 警教非常重视 政教合一 要透过皇帝来帮助推动警教 要皇帝也因着警教 得到天下的太平和文明 所以你看怎么翻 但是警教若不是靠着下令六位帝皇的大力推广 便无法弘扬太来 而皇上若不是遵循景教的真理 也无法成就如此伟大的政绩 所以皇上和景教的真理结合起来 相互相争 便天下太平 国太明安 所以基本上警教是接受政教合一的 对国家的贡献非常重视 好 剩下三个我们就读完了 十七 至于放大而须 专敬而树 广持旧众苦 善待被群生者 我修行之大献 讲到一个对人的这种的帮助 你看看他翻得很清楚 至于教的人民要心胸正直扩大 而又虚怀若苦 内心和平灵性 而又知道宽恕别人 以仁爱慈善救助世人困苦 施舍钱财 广被个人受难人 各方受难人 这些都是我警教 平日教导信徒的原则 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来开导人民 所以 警教非常重视这个charity 去真的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去到教堂 独善其声 就是等上天堂 非常好的社会的现象 然后还有这几个我们读完 18一等来 吸引之皆见也 若是风雨时天下静 人能理 不能清 纯能昌 能乐 念声响应 情话自成者 我警力 能视之功用也 我们来看这个翻译就很清楚了 这种 潜 与 末化的力量 如果能够使得国家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人人都能明白事理 事事都能调理分明 在世人的生人 活着朝气蓬勃 逝去的人也能得到安息 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 相处时都能增生情义 也就是我警教发挥影响力 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你看警教非常有智慧 就是让国家的皇帝知道 透过警教的教导 会让国家可以合一 可以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其实当年君士坛丁 为什么要定基督教为国教 也是同样的理念 透过信仰的合一 国家才能够合一 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 所以 警教基本上还是受到罗马天主教 这背景的影响的 十九 这三句话写得真精彩了 意思就是使饥饿的人能吃饱 使受冻的人能穿暖 生命的人给予医治 使其痊愈 死亡的人予以礼白杖 使其安息 这就是在这个背文里面 特别描写 这位医师 就是从波斯来的算教师 是他医师 他的生命的见证 他就是做这些事情的 同时他也立了这个 大器警教碑 就是这个算教师 他被称为白衣警士 在背文里面有提到他 叫白衣警士的 所以你看这种爱心的见证 真的是很棒很棒 不像今天的教会 只是独善其身 就是自己在那边享受团契 这个社会的见证 爱心的见证非常重视 好 二十最后一句 翻出来就是 独一真神 上帝耶尔华 是耿古直到永远 他是那样的 全身临近 万代长存 上帝创造了天地 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 在圣子耶稣基督降临人间 也就是分身出代 这句话 拯救了无数的罪人 他有如日头上升 使光明重回人间 消灭了黑暗邪恶 证实了这玄奥真理的存在 结局呢 其实是在最后 你看到吗 这个锦交碑 最后 这个十月的第一句 把神的创造 耶稣的降生 重生了一遍 救度无边 这个不是法 不是法无边 不是佛法无边 是耶稣的救度才是无边 但他用了一些佛教的词汇 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 他是佛教的一个分支 然后后面就描写 不同的皇帝 他们跟警教的关系 怎么支持警教等等 我们就不特别花时间去读了 那么读完这个锦交碑的重要的这些经文 信仰的告白 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 你发现这个锦交碑所表达的 就是当年 第七世纪 在唐朝 这个基督教 一个相当完备的信仰告白 你就了解 原来在中国第一波的教会 第一批的信徒 他们信些什么 他们做些什么 你发现他们的信仰 相当纯正 基本没有谈到 耶稣基督的两性两位格 只讲基要正理 所以很难说他们 仍然是异端 说不定他们 经过加科登大会之后 也自己反省死敌 不高举 当年他们所高举的 两性两位格 因为在那么重要的锦交碑里面 没有提过一个字 官府两性两位格 所提的都是基要正理 你看到吗 刚才这二十句所翻译出来 提到什么 创造论 提到三维一体 提到人多落 撒旦的诱惑 提到基督降世 救赎工程 死而符合升天 讲到圣灵教化与成圣 新约圣经 使人归正 学义行善 然后提到信仰的生活 提到什么 登山霸福 提到信仰爱 三门 守主日 与守圣餐 然后舞蹈 中午祷告 跟晚上同行祷告 然后讲到生命的见证 福若就贫 广行善事 人人平等 不分贵贱 不双财 不叙炉 这样的一个教导 太棒了 今天美国都没有做到 我告诉你 我们说美国是基督降国家 是民主国家 这些的教导 跟生命的见证 居然在警教 在我们中国 祖后第七世纪 做出来 然后当然 他们用的路线 政教合一 讲到君王 宏道 为君王求福 爱国爱民 求国泰民安 盟主是福 所以这个教会 跟国家的关系是 是非常紧密的 非常支持国家 非常支持君王 君王也支持警教 是这样一个互助的关系 当然这个关系 就是当年 在欧洲 罗马天子教 的一个情况 君子谈丁 如何保守基督教 推广基督教 基督教也 求国家的 稳定 和一 和平 所以 教会跟国家 是一个部分的关系来的 但是 的确 我们要反省 警教 太过以佛教的形式 以文字来立教 以至于唐五中 灭佛教 连同警教 也灭了 逼当时三千信徒 与传道正女 他们叫正女的 不叫传道的 还俗 不准他们再有聚会了 个人回到家了 那么我在猜想 这三千的传道人 跟信徒 不会完全就消失了 一定有一部分 真的是信主的 有生命的 你看他里面的教导 都是生命的教导 不是一个表面的教导 我相信 在第七世纪 后来是到了第九世纪 因为传了210年 到了85年的时候 才灭佛 跟灭警教 一定保留了一些教会的真信徒 跟种子 当然因为 在教会历史里面 中国教会历史里面 没有去研究 去追踪 你有多少 所谓的家庭教会 他们是受逼迫的 我相信他们一定 隐藏在自己的家里面 还是有祷告 甚至可能还是有读经 为未来的福星 祷告 所以呢 解释我们中国教会的 第一波 第一个教会的种子 我相信从这一波 中间一定神保守一些 有生命的 他们继续为教会 为福星祷告 所以你发现 这个第二波 福音到中国 是158月年 当然 隔了差不多快700年了 立马斗 158月年 把福音又重带回到中国了 是第一波 记住 我们作为中国系统 要搞清楚 福音的第一波 原来是警教 第二波是要到158月年 立马斗 他用的方式 跟警教很似的 就是非常有学问 非常有知识 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见证 也是得到 很多的这个 国家里面高级的这些人 他就带领了徐光起 这个近世 信耶稣的 所以 所以警教的一些做法 其实影响了立马斗的 然后 然后1807年 是新教 马里逊 Protestant 把这个新教带进中国 也翻译了圣经 马里逊 你们去澳门 一定要去看一下 马里逊的坟墓 还是在澳门的 然后感谢神 又下一波是什么 1854年 戴德生 从英国 去了中国 1854年 是登陆上海 我读他的传记 他当年 没有什么钱 要用很小的钱 租一个房子 这个别人说 这个房子 你给租 很便宜 鬼屋 你敢住 你真是 床道敢鬼 我很怕什么 鬼见丑 鬼看了 我都害怕 结果戴德生就 租了这个鬼屋 很平安 哈利路亚 后来戴德生就从上海 进到内地 在中国内地 传福音 54年 戴进了800圣教师 到中国内地 然后 因着他的施工 最保守的古迹 在当时 19世纪中 最少有两万基日徒 信了耶稣 然后 跟着1927年到37年 这十年当中 三栋大福音 神透过孟教师 还有金星辉的一些 孙教师 他们十年为福音祷告 结果 也带出了 十年的福音 注意 这个福音到1937年 刚刚是 日本战争 开始了 所以感谢神 在这个 七年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之前 神预备了 中国教会 有十年的福音 预备了一群 爱族的基督徒 然后 就在这个 三栋大福音的当中 你看看 三栋大福音是1927年 1928年 宋善杰回到中国 放下他到博士学位 回到中国 传福音只有15年 但是最保守估计 带领了十万人信主 宋善杰 然后另外一位 也是在 1924年左右 一个是28年 然后王明道 也是1924年中 出来传道 当然他是主要在北京 那么 他传道 结果到 55年 他传了31年 遇到 19 我们在1949年 中国改变了 对不对 推行三次爱国运动 王明道坚持不参加 三次爱国运动 所以他两度日入 最长一切是58年到80年 他总共前后 做了二十几年监狱 到了1980年 放出来 然后在北京 还是继续的传导 11年到1991年 被主协取 另外一位 你看夜市1920年出来 他这三栋大福音 其实神在传中国 在东宫 利陀生 建立的聚会所 他是1920年 就出来传道 建立的聚会所 然后1952年 到他死的时候 1972年 被关在监狱20年 当中他有机会可以出来 但是 他觉得他无罪 不应该用赎金 把他赎出来 他不要他的同宫 用赎金 把他赎出来 到最后他死的时候 他写了一句话 我唯一的罪 就是因为我爱耶稣 1972年 死在监狱 所以 当我预备 这个警教的资料 我就想到 哇 神在 这个第七世纪 已经把这个 福音的种子 其实埋在中国 所以 就叫对我们来说 不陌生的中国人 假如你了解 这些历史 了解警教在中国 其实传了200年 也有非常丰厚的 一个结果 后来被打击了 我说地下教会吧 然后一代一代 可能他们也 不表明身份 但是一定 有些家庭 他们是信耶稣的 他们 有信仰的 他们是有祷告的 带出了第二波 第三波 一波一波的 教育的福音 所以 我在预备这些资料 我心里很兴奋 看到原来神 早就 为中国预备了 早就在扣 中国福音的门 虽然好像 在清常末期 那么的 祭祷教 但是 多个一波一波的 这些传道人 特别是马里逊 戴德森 他们真的是 把整个生命 埋在中国 带出了福音的果子 所以我想 我们真的能够 从警教里面 特别从他们 这个信仰的告白 也在反省我们 今天的旧教 我们 不要朝不起 警教 好像觉得 它是个异端 它是一个 怎么 这个第七世纪 在中国的一个 primitive church 你看它的信仰告白 我们今天 许多的教会 都做不到 这种的地步 那么的 有生命的见证 社会的参与 关怀 然后 同心祷告 然后 追求人人平等 在那个时代 不要有slate 这是 真的超时代的 那么 你就看到 其实警教 真的是神 所使用 在中国 最少有200年 很好的一个见证 好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就想 不要再 这个另外一个背景 你们回去再看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警教背的 一些背景 那么 我会另外把 那个 进行 因为翻译 警教背的 那个 那个资料呢 也是 也送给你们 PDF 我礼拜二 再送给你们 那么 就好好 再 对照一下 这个翻译 太精彩了 这个 警教的信仰告白 好 我们就剩下三分钟 我想我们就 看看有没有 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 警教背 然后耶稣的神性 人性 那么特别 讲到这个 警教的信仰 我真的是很兴奋 原来神 把那么一个 美好的教会 在第七世纪 已经带进中国了 院长 我院长 谢谢 我听见 有牧师 有牧师说 这个 这个警教 应是异端 他说 我刚才讲过了 信贵神 信贵神 把他灭掉了 如果他不是异端的话 他可能就灭不掉 也不能从异端来讲 你从他信仰告白 找不到他任何 两性两位格的说法 你看 所有都是基要信仰 你从这个基要信仰告白 能说他是异端吗 有谁的信仰 比他们更纯正了 我们今天都做不到 你懂吗 他讲了三为一体 讲了耶稣 弥赛 神性 人性 讲得非常准确 所以可能弟兄弟还没听清楚 我刚才说的 原来他在 加克东 这个会议里面 被定为异端 但是你发现到了 一百多年之后 他们 去了波斯之后 我相信他们也在反省 也在被炼竞 到了警教 他们根本没有提 被定为异端的那个原因 一个字都没有提 两性两位格 当初 刚初 Nestorio是非常看重这个事情的 为了这个事情 都是要斗 要讲 那么重要原来 这个Nestorio的一个重点 居然在井教碑里面 在他们信仰生活里面 一个字没有听 所以我们对井教的认识 不能停留在那个第五世纪 这个扎克顿会议 跟内斯多留是异端 那个的地步 人都在变了 所以我们要看他们所做的 所说的 而不是停留在150年前 第五世纪 他们现在是进到第七世纪了 所以了解 弟兄不能随便说 在中国的井教是异端了 找不到证据 你读他们的信仰告白 找不到一个错误 反而让我们非常佩服 我们要跟他们学的东西 他们从创造论 善意神论 圣经 使人归正 学义行善 讲到登山霸佛 讲到心旺爱 讲到祷告 讲到受洗 圣参都讲得非常准确 了解吗 弟兄 院长 院长 再追问一个问题 谢谢 因为解教杯 假如没有翻出来 根本不由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就把当年第五世纪 这个加特顿会议 这个异端的帽子 就套在他们身上 这个不公平的 要看他们的信仰告白 所以鼓励我们中国的信徒好好研究 解教杯 古罗马灭了三百年 听不清楚 院长再问一问题 谢谢 古罗马灭基督教灭了三百年都没有灭掉 然后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皇帝 就叫灭锦教灭了两百年就灭掉了 这个不能因为随便找个原因说他们异端 所以神把他灭了 有整个不同的政治环境背景 因为第一 我刚才提到了需要反省的就是锦教 太以佛教的形式跟文字利教 所以受到牵连 所以当唐武宗灭佛的时候 他把锦教也灭掉了 那么在这种 当时唐朝的君王权势之下 的确 他们变成可能是一个地下教会 就是一直都不允许他们去发展 所以可能很多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找个原因说 就是因为他们异端神不喜欢他们 所以神就准许让他们被灭掉 这个推论就有点太快了 懂吗 谢谢院长 我们要看他们的信仰告白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都被灭了 但是在那个大环境 其实你看看当时在文革的大环境 也是锦律教好像都没有办法出来 都是家教会 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那么多年的这种君王的权势等等 所以我们只有更多就去了解唐朝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或许多一点的资讯 就不能太快很武断 所以他们是异端所以就把它灭掉 好还没有其他的想法 马里逊的坟墓在澳门 我刚才忘了再详细说明一下 这个锦教碑 他在这个 现在是在放在西安的博物馆 但是当初是在陕西省的周治县 在这个大型的教堂里面立了这个碑 所以他们在这个陕西周治县找到这个碑 但是现在安放在西安博物馆 了解这个地点 原来出土的地方是在这个锦教的教堂里面立了这个碑 这个锦教的教堂在陕西的 但现在这个碑里你要去看它的真迹 又跑到西安的这个碑林博物馆 有很多不同的碑林博物馆 我可以在这个博物馆去看 西安的碑林博物馆 好 还有问题吗 好 谢谢 好 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同心来赞美你 使得大灾尽简简的奥秘 就是耶稣在肉身显现 耶稣基督你道成了肉身 完全的神性跟人性 这何等的荣耀 官服到我们的救恩得赎 主啊 我们读了这个锦教 当初在加克顿的大会 内斯多牛被定为异端 是因着他强调耶稣的双性双位格 但是当我们真的了解这个锦教碑 他们信仰的内容 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基要 没有强调这个异端的两性两位格 主啊 真的看到你带给中国的是个非常美好的锦教 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允许 只有两百年他们在唐朝宣教 就停止了活动 但是我们深信有你的计划 有你的美意 一波又一波的复兴 孙教士把福音不断的带进中国 也看到你在中国欣喜许多贵义重的器皿 让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在中国 好 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 真的看到这个根其实从锦教就开始了 我们何等的感恩 你没有忘记中国 你在第七世纪就已经把顺教士 把锦教带到中国 主啊 是皇帝的败坏 人的败坏拦住了你的作为 请你赦免我们 捷径我们 听我们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神 我们再次谢谢Helen的做co-host 然后不要忘了明天祷告会 明天九点钟我们再见 好 那我现在要先把它停掉 看个录音 愿意回家看着小心 好 谢谢 谢谢 一切晚上开车 不容易 现在stop recording 将其为 好